八八风灾重创高雄甲仙 山河崩坏 桥头塌毁 但是甲仙国小的拔河队 用拔一条河的力量 重振大家信心 拔一条河导演杨丽舟 受到台语系助理教授张家颖的邀请 10月3日下午在通事课程 台湾流行文化演讲 副教务长兼通事中心主任陈登武 也慕名而来参与讲座 就具有非常深厚的力道 非常动人的这种影像 一直抽搂着一种对于台湾的关怀 还有有一种温暖的阳光的感觉 演讲中分享了拔河队孩子们的精神 一种对故乡的不舍 一种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 跌倒了还要爬起来继续用力拔 我们可以怎么样子不要输 他说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怎么赢 除了聚焦在孩子身上 把一条河也提到另一个重要的议题 台湾的新住民 每三个小朋友就有一个小朋友的妈妈 这是新住民妈妈 默示到这种地步 所以我就在想 不就应该用一部电影 或一部纪录片去开第一枪吗 而在问答时间 学生提及片名的设计 杨导演也说明了 以小孩字体来书写片名的设计理念 对观众而言 他必须有一种暗示 那种暗示是观众是跟着小朋友的眼睛 看接下来这100分钟的 杨导演以幽默的口吻 向大家分享拍片的心目历程 与所见所闻 本土关怀的温暖 孩子们沉默的力量 都带来满满感动 校园记者廖玩雅杨玉燕采访报道 是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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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